江西男子抓著一把雨傘 边挥边骂 甚至直接打在火车站的副站长身上 江西男子火气超大 副站长一边劝一边闪 原来江西男子在月台上没戴口罩 副站长只是劝他要戴 就被他拿雨傘挥打 先穿橘色上衣的男子 趁江西男子不注意 从他后方抽走雨傘 就让江西男子更加活大 跑去拿放在墙角的拖把挥舞 两名原警赶到抽出警棍制止 江西男子才气泄投降 警方调查江西男子疑似是有喝酒 不满被纠正 只是副站长被叫嚣殴打时 铁路派出所只聚雷现场10公尺 原警却没及时赶到 让副站长被雨傘打了好几下 幸好副站长没什么外伤 目前也不打算提告 而打人的江西男子 则是被依社会秩序维护法 和传染病防治法送办 华市新闻 雄方校医院吴少青 苗栗报道 与打人的江上